石头大师晚上准备研究起来 这么粗的泥鳅 泛滥成在美人脸 这个花泥鳅 满满路路只为了吃 今天的食材 晚上加菜 甲鱼 龙虾 草鱼 鲲鱼 蝉蝉 还有泥鳅黄色 石头搬下去 老板已经到位了 在停车 家里面的锅太小了 拿到朋友这边来加工 龙虾处理一下 今天来个土豪吃法 你看这个 直接脑袋不要了 虾先去掉 这样一盆 炒出来顶人家三盆 最少三盆 是不是 OK 这些起码要处理一个多小时 这个头切出来 剁椒鱼头 然后两个鸽子炖甲鱼 这个炒鱼水煮鱼 一盆 那边还有内剑 没人杀了 手都杀坤 看大块 一只换成 2块了 2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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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未成年人 要少吃一点 知道 要不然吃呢 等一下晚上怎么搞 不要怀疑我们的食粮 这个 就是 集大盆 随便就给他干完 这一盆 这一盆龙虾 大概就是 按正餐 留在虾头是三盆 我们就一盆 然后这个是 甲鱼炖鸽子 这个水煮鱼 然后这个剁椒鱼头 这个柴油 还有这个柴油 现在话不多说 开吃 实现龙虾自由 都是无法 好吃 大胆吃 没有偷的 不要说我小气 吃一次第一年 哎呀 吃会哭 可惜阿溜不敢吃 阿溜不敢吃 不敢吃 不敢吃 所以没来 哦 暖暖的 甲鱼就这个裙边最好吃 最Q的 先吃 这一盆子 很可爱 都不敢吃 不敢吃 这一盆子 的 鱼 很可爱 鱼 很可爱 这个鱼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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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 这一盆子 这个也不打,冰冰很好 这个都是龙虾味 这个头都没有 差不多了啊 清禅行动啊 这里面鱼片也吃光光 这个鱼头还剩半个,没办法 不吃啦 吃不下啦 以后不要讲,我不来你吃 最近出去打野,东西抓的比较多 然后这些都是自己抓的 晚上就跟兄弟们一起加餐一下 抗劳一下自己 吃饱喝足回去,明天继续去赚钱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